浩陵王 自登基以来 形势低调 不喜奢华 那么这一回 竟然给大荒内所有的士族 都发了请帖 邀请他们呢 过来到浩陵国 参加浩陵大王机的 回归告祭庆典 足可见啊 浩陵王对这位大王机的 厚爱圣宠啊 我只是一个被抛弃的人 我无力自保 无人相依 无处可去 好一个无力自保 无人相依 无处可去 全是谎言 你想死吗 你怎么知道 我是分笑溜达 我本来想着 以后见到你 就装作不认识你 我体内还有你的骨 你想赖掉你发的事吗 你很会骗人 这不算骗 我本来也是没笑量 浩陵王机 难怪那日 你死也要救藏轩 你说过的话 还有哪些是假的 不如今日 一起坦白了 放心 我不会杀你 我说过 我这个人只说废话 不说假话 我之前跟你说的都是真的 向灵 你生气了 我最近年 这很多新的毒药 你要不要尝一尝 只是我看了很多医书 还有毒精以后 特意为你配制的 特意为我配制的 我的目标就是要读到你 那次我还耗费了不少药材 又要让你失望了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以后继续帮我做毒药 可以 不过你要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去招惹阿念 他被我父王保护得太好了 经不住你这种人的撩搏 我这种人 我是哪种人 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还没把你当姐姐呢 你倒是自己先着急 当起了好姐姐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总得有人先跨出那一步 男女关系亦是如此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也是如此 我跟阿念之间 之所以我先付出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好 多值得 而是因为父王 还有苍玄 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要是论姿色 你看我还不如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呢 你为什么宁死也不肯让我赌气 那个时候脑袋晕沉沉的 谁还记得啊 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 我三次来了 因为我害怕 害怕 怕什么 你 我害怕你 我害怕你 气我一下会比死更可怕 我哥哥 我哥哥 也就是苍玄了 有一次晚上我们两个聊天 开校我 毕竟还是个爱做梦的女孩子 接着说 虽然 虽然可能性很少 可是我还是害怕 一不小心 会进入到我的梦里